近载运通 欢迎收看古奇来点名 那今天整个大盘呢 涨多少 今天大盘 起57点 没有涨很多 但是呢 昨天提示的这三张股票 惠云手中的持股 是不是全部都往上走 昨天大盘在跌的时候 我怎么跟大家谈呢 涨多少钱 昨天外资卖差20亿 我用融资跟法仁的筹码 来跟大家讲 昨天是跌99点 但是融资水位 它是在低档区 而且这几天是量缩的 那大区间来回没有问题 上面本来就有压力 重点在你手中的持股 对不对 持股你要找一些成长股 低档卡位 赚波段 这一年来每一次都讲的这一句话 低档卡位你才有机会大赚 找一些成长股筹码稳定的股票 这昨天时机又来了 这次又涨上去了 易华电说多久了 起码讲了两个礼拜 这八月嘛 这是头肩底 它是往上突破 是不是带量 这是右肩量增加嘛 不管是量价结构 都是标准的一个头肩底架构 从六十几七十几八十几 这八月跌嘛 那到今天呢 我一路追踪 我一直写在标题 这三档都一样 跌的时候 昨天跌啊 昨天易华人跌嘛 我说他的洗盘啊 昨天加百育 开股压回 它是小涨的 它也是在洗盘 齐帮跌也是在洗盘 跌的时候我照样讲嘛 因为投资人看电视呢 你一定要趁着拉回的时候去买 有没有人叫你追价 从八月底开始 我们讲易华电 低档卡位 齐帮低档卡位 这三档都是做教的嘛 今天易华电有去吗 昨天跌啊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洗盘嘛 尾盘拉上去嘛 加百育昨天小涨 今天又涨了 都拉尾盘对不对 这都油买盘嘛 我说 这一组会员 三档股票 这两档涨多久了 在八月底起到现在嘛 我贪钱有没有 我股票都不多 你再看齐帮 我贪钱有没有 那这三档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成长股 低档卡位 短线波段都可以赚对不对 往上走 赚钱 有一定的方式 它一定有方法 不是你闭着眼睛去买 去追价 有些投资人说他买了成长股 可是没涨 为什么 基本面成长对不对 你筹码要稳定嘛 技术面要在低档嘛 技术面涨上去的在高档 你去追价 你怎么赚钱 我一直跟大家举例 中美金 环球金 环球金还在成长嘛 可是你买的位置在这里 这里买这里卖你赚钱 你做盗还你还是赔钱嘛 那纵然是成长股 它是这样子 那你要去追价 还是红低卡位 环球金最近多少人赔钱 中美金也是嘛 因为你买卖的位置不对 成长股 从马锁定的低档卡位 都回到大盘 这三档国票是不是都涨上去了 方向向上嘛 能不能赚钱 能不能赚钱 低档卡位嘛 能不能赚钱 我电视上讲的 都是会员手中的死骨嘛 这另外一组会员 齐邦两档而已 这一组会员三档 另外两档不是赔钱哦 而是我们在布局 方向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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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你有没有赚钱 该赚的时候 你赚了没有 或者你在担心大盘 我给大家看一下 大盘我要讲的第一点 大盘呢 它是大区间来回 从去年到今年都一样 重点是你每一档股票呢 它的甜蜜买点在哪里 每一档股票来回的震荡 它一年它总有一两次 非常好的买点 它来回震荡 譬如说环球金 你买在这里就不对嘛 你应该买在这个地方嘛 中美金也是一样嘛 这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谈的 大盘区间来回 重点是你个股 对不对 第二个 月线跟季线年线在这里 所以是一个多头架构嘛 第三个我们看筹码 最近的十天 这里融资在减少啊 外资在加码 我用另外这一张图给大家看 目前在这里对不对 外资是不是连续的加码 融资是不是连续减少 在低档区 那你说这里危不危险 我说一点都不危险嘛 多头架构没有疑问 也没有改变 重点是你手中的持股 它是在低档还是在高档 它有没有成长嘛 这是筹码面 对不对 最甜蜜的买点 你掌握住没有 你这里卡会往上你就做教嘛 对六十五七十五八十五一路起来嘛 它为什么涨 它是全荧幕概念股嘛 那去年来讲呢 所有的智慧型手机 只有两层 它是采取前荧幕 但今年呢 前荧幕概念股呢 除了苹果iPhone以外呢 灰屏阵营的也都采用 这两个加起来 大概有百分之八十 要改采用全荧幕概念股 那改用的话呢 像义华店 像齐邦 这两档呢 它就往上走了嘛 它一年总有一两次 甜蜜的买点 在这里是不是做教 往上走 它是会会的价值 齐邦也是嘛 第一档卡位 往上走 就会会的价值 做教嘛 你在这里买 你有什么好紧张的 你就设这里嘛 我买进以后 我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设停损 没有来上去 上去就是我赚的嘛 现在赚短线对不对 继续涨 就是赚波段嘛 那你从量价结构来看 这里是低档 量出来了嘛 它往上走对不对 会不会继续走 你看K线就了解嘛 你看加白玉 同样的组底 那这三档呢 是不是都方向向上的 能不能赚钱 哪个老师敢公开证据 我股票比较多 两档嘛 三档对不对 一定赚得到啊 六十几七十几八十几 那这些股票 我昨天怎么跟大家谈的 你要趁收黑 趁收黑的时候去卡位 对不对 往上涨 明天再开高呢 我不会建议你去追价了 我不需要你跟我抬轿 我是跟他谈一个操作观念 赚钱的观念 低档卡位 拉回买跌 你才有机会赚 最近这一阵 有好多股票呢 投资人都套牢了很严重 你有正确的观念 你才能赚钱 操作不顺利的 你把电话拨通 该给你的邮会 我会给你 那这些股票涨上去了 那还有没有股票 可以递当卡位的 这是主底 对不对 这是主底 量缩 这有机会往上走 把握机会呢 你把电话拨通 类似像易华店这一类的股票 今天 机会难得 32percent off 把电话拨通 休息一下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攻克力打国度 吴老师 股票技巧 在场的差距 今天入会 全面32%大优惠 今天入会 全面32%大优惠 机会难得 尽其把握 他三千里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运达投顾 好看 弄在这儿啦 今日起身装 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 运达投顾App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包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航安全技术人员 定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现场 那我们标题呢 讲到以滑电 这档股票 我们标题已经大概 两个礼拜没有换了 但这档股票呢 大仗下回 一路往上创新高 它新增一个 头肩底的架构 那类似这种成长股 你要找机会 大盘在这个地方呢 我跟大家谈过 目前来讲 季线月线年线在低档 对不对 量又收掉了 如果往上几涨 这代表没有出货的迹象嘛 而且外资它都在买 价长量缩 外资买超代表什么 都头没有改变 但是呢 我刚刚讲过 大区间震荡 各股的问题 对不对 你选各股 大盘的部分呢 我们讲一下台子期 今天来讲呢 星期一星期二 外资呢 昨天卖20亿 今天买36亿 昨天的期货 卫平仓呢 增加400口 今天减少400口 大盘昨天跌99点 今天涨57点 从这个地方的资讯 你看到什么 它在整理嘛 跌又涨 家又减累累 卖又买 这个就要代表什么 代表在整理 那另外我们给大家看台子期 这个地方 9A台子从这里开始 我们看60分钟线 9A台子从这里 一路往上走 10600涨到多少 这里涨了500点 你有贪吗 我没贪这么多 但是往上走 你抓对方向 你多少都会赚嘛 我不像别的老师 一讲都赚几百点几千点 对不对 我们只讲一口单 这个地方 我改天讲 这个方向你抓对了 你就是能赚钱 那这个地方 我刚刚讲 高档震荡嘛 你大半来到这里 往上这里是高档 对不对 空间有限了嘛 但是往下 有没有支撑 这里月线季线嘛 当初在这里 九月 刚开餐变热蒙古的时候 我怎么跟大家谈的 在这个地方 我说九月呢 这里是地板 这里是天花板 它从地板 已经涨到快到天花板了 对不对 多少是天花板 一万一 零五零以上嘛 到这一段是天花板 快到了 但是地板有支撑 那我要告诉他什么 我要告诉他 未来一个礼拜呢 60分钟线 他会在这里做震荡整理 那外资买差的话 红低 你可以买嘛 但是急涨 你要偏空操作 简单讲就是这一句话 高档整理 红低可以买 红高呢 急涨 骗空操作 如果用10分钟K线呢 大概是这里支撑 大概是这里压力 我只能讲大概 为什么 因为你还要看嘛 明天的变数 就是今天晚上 道琼 国际股市怎么走嘛 然后你才能知道 明天你怎么买卖 但是呢 简单一句话 拉回你可以买 几涨呢 几涨 骗空操作 那接下来我们回到个股嘛 大盘来到了相对的高档区 可是有一些股票 它在低档 它还没涨嘛 为什么最近外资买超 因为美元指数最近怎么样 最近在贬值嘛 所以什么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什么 外资并没有撤离台湾 外资这一天是买超的嘛 融资又在低档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地方是头部 来回震荡嘛 最危险的时机是在这个地方 在六月份 中美贸易大战刚开始的时候 外资一路卖超 融资在高档 在这个时候这里怎么拉上去的 四大基金八大光谷行库 在这里大买 那现在呢 危机已经化解了嘛 外资变买超 美元指数往下 台币外资没有撤离的迹象 融资在低档嘛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它目前比这里还安全嘛 那你就要找什么 要找应该买的股票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说这个地方 六月份中美贸易大战刚开始的时候 六月是最危险的时刻 融资在高档 那已经化解了嘛 这个地方这里比这里还安全 这个地方六月的时候 我一样跟大家谈 重点在个股嘛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自保在这个地方卡位 这六月 六月初 六月初最危险的时刻 在这个地方内内 大盘起到这里嘛 但是呢大盘涨这一段 有些股票没有涨嘛 所以是个股表现内内 四月五月它没涨 六月在这里买 往上走六成嘛 六月份它往上涨的时候 大盘是往下跌的嘛 那所以说这里可以买 这个地方也可以买嘛 七月初呢 大盘来到这里了 外资卖超还没买 大家很紧张对不对 八道关股韩库在买 业内主力大户也在买 七月初成德上去了嘛 那我这一段要跟大家谈什么 不管是在哪个位置 重点都是在选股嘛 用这一张图 你会比较清楚嘛 自保上去了对不对 这特别会员的股票 自保上去了 初清 转进陈德 有没有机会 刚好玄阶上嘛 陈德涨上去了 初清 一滑电视又上去了 一档一档做嘛 那这几档都有一个特色嘛 成长股 低档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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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档一档赚 那最近大盘呢 我讲过 操作不顺利的 重点在你手中的持股 你是不是持有一手好牌 你把电话拨通 操作不顺利的 趁这个机会 我明后天 我带你卡位布局 类似低档卡位的股票 我们休息一下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有步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共和日打局部 吴老师 股票绩效 在场的家机 今天入会 全面32%大游会 今天入会 全面32%大游会 机会难得 尽其把握 稍稍见 0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 好看 我都在家了 即日起升装 运达头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名师为您 及时且盘 有机会得到 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 运达头顾App 货电02 27810909 27810909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的操作 我们先看一下 齐邦 齐邦这还没有涨的时候 在这里很好买 而且它股本也够大 你的资金 你要买几张就几张 对不对 全部都能成交 当它成长的时候 它就不是牛皮股了 全移木概念股 大家记不记得 我怎么跟大家谈的 说说很多手机 本来就有刘海 改成全移木概念股 它要搭载 薄膜 附近封装 这个技术 叫COF 它已经接单到年底 有这种技术的 有两档 一档是易法电 一档是齐邦 接单到年底 同时价格有可能调涨 去年全移木概念股 手机全移木只有小于20% 今年全部大于80% 不管你是苹果 或者灰苹果系统 都一样 这是一个趋势 那因为这样子来讲 所以这些股票 这低档区 能不能卡位 那这里卡位以后 它是往上走 这都顶礼拜 它是连续往上走 连涨三天 昨天跌 我也跟大家谈 今天是又继续涨 那你说能不能赚钱 昨天跌 我照样讲 对不对 那前面是连涨三天 连涨去三档嘛 你在这里 在人卡位 你可以探钱木 去那里来到这里 证据在这里 我们再看加法域 这个叫大底 这个叫足底 对不对 从八月份开始 八月底 它是涨 涨 再涨 对不对 它是往上走 这样要去几天 昨天大盘跌九五九点 它整理它还小涨 今天又拉尾盘了 你说这支股票 有赚钱木 这个叫第一档卡位 再把它倒带 涨我也讲 跌我也讲 它是一路涨 它是一路涨 对这 去到这里 有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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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赚 这七方 加百玉 对不对 另外的 玉华店 这是定位 白店各位说的 它已经往上走了 那你说这种股票 它会不会涨 我们再给大家回顾一下 玉华店 涨八% 再涨 接近涨停 昨天拉回 对不对 拉回买进机会 今天又起起来了 那这三档股票 有什么特色 方向向上 往上走 对不对 这一段 六十几 七十几 八十几 这就会会的价值 那我是跟大家谈 这种很重要的观念 我不是谈一天两天 重要的观念 你照着做 你就会赚钱 譬如说六月份 自保 对不对 六成 第一档卡位 成德 第一档卡位 七月份 那你六月 赚完了自保 是不是可以再赚成德 那成德 这一段 赚完了 是不是可以再赚 易华店 这样一档一档操作 那重点是什么 你要第一档卡位 那类似这种股票 这一档 你把电话拨通 我带你布局 类似成德 类似易华店 类似自保这样 方向向上的股票 强势选股 把握机会 把电话拨通 我带你布局 一档一档操作 我的股票不多 谢谢大家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最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 杀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 和您online在一起 恭贺运达国库吴老师 股票绩效在场的佳机 今天入会 全面32%大优惠 今天入会 全面32%大优惠 机会难得 尽情把握 刷删线0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资 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0909 27810909 我帮您开户 先麻烦您提供 实时资料 开户目的及用途 这台湾都麻烦 不 这是国际规范哦 金融机构 律师 会计师